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N8N的 也是一个更新的新节点 这两个节点 这两个节点叫什么呢 这两个节点原本是叫做这个 Response Response touchtouchtour 这一个 这个节点是新的 你现在按Doc是完全没有文件可以参考的 这个是上个礼拜更新的吧 还是上上礼拜 反正就是你版本要在這個 你的版本要在這個119以上才有 版本要在119以上才有 那你如果版本在119以下 你是看不到這個節點 那這個節點是要怎麼用 我是覺得這算是新功能 那由於是新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目前它要實作的話限制比較多 但是呢我們可以先來看它實際的功能 因為真的是我覺得不錯 因為為什麼呢 它就是說呢 當你在使用人機對話的時候 人跟AI對話的時候 AI在查詢一定有等待時間 那他就是先跟AI說呢 在查的時候我會先跟AI說 好我在查請稍等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呢 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他會跟AI說 就是我目前的資料庫呢 有多個匹配項目 或者是你的問題不明確 然後再叫他問清楚一點 然後打勾這個就等待對方回應 那這個沒有打勾就是社後不理 我不打對方回應 我槍打了就跑這樣 那這裡呢就是一個就是輸出就對了 把回應給輸出出去 那要記得齁 你要測試的時候 這裡一定要打勾齁 使用這個UsingResponseNode 那我來試一次給各位看 一樣齁我做了一個就是這個植物的 報價的資料庫齁 然後我們來看看 它到底是怎麼用的齁 好有沒有我們可以剛剛可以看到齁 它的第一句呢就是說 我正在幫你查齁 然後後面呢就是等他查完了 結果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他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說呢 那如果今天呢 客戶問說可不可以打折齁 我現在要給他說客戶問說可不可以打折 然後呢他會怎樣 他一樣齁也是先找Response to go 他會跟客戶說呢 這個我沒有權限 我幫你去問老闆請稍等一下 這樣 然後他就寄信給老闆 這個是寄信給老闆 好我們來看是怎樣齁 有的時候這個2.5%不能用 我們換一下模型 好這裡有看到齁 他有說這個需求這個 我權限不夠 我幫你寫信問老闆 有沒有看到這裡信寄過來 那我們現在要去收信 好現在我收到信了齁 那我們就是點這個Approve 然後他就是微信OK 好那他這裡呢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消息齁 老闆已經批准你的折扣了 這沒有問題了齁 那我剛剛中間有一個失敗是因為 因為我的IP沒有用那個贈單 所以用Pro有時候會失敗 那用Pro會失敗的話 那各位就是用免費的Flash 那這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用的齁 他在幫你查資料庫或搜尋東西的時候呢 他會先跟你發一則訊息通知 就是說呢我正在幫你處理這樣 那如果呢需要更進階的人際互動的話呢 他也可以就是幫你說呢他的呈現不夠 那把這個呈現呢趕快通知老闆或是你自己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去利用這個收信的功能齁 去批准還是拒絕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個新節點的應用齁 記得要119以上的版本才有齁 那因為這 他這個現在也沒有文件齁 這現在也沒有文件齁 那所以呢你們就等嘛 你們就等看看進階的文件是怎麼說怎麼用 那目前呢測試是這樣用的 那我這些提示詞呢 我這些提示詞會給各位 各位你們就你們就你們就就是可以拿這個中文的提示詞參考 我也是看國外的國外的youtuber介紹 那由於都是英文齁 那我就是把它做成一個中文的demo 那這個Gmail節點齁各位要注意齁 Gmail節點你如果要等待他的回應的data 那你就要用send and wait for response 這個他才可以接收回應的data 你如果用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回應的data 那你收到回應的data 你才可以去回應客戶 那這些程式碼我也都會給各位 這個程式碼我也都會給各位 這樣然後各位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沒有什麼大問題這樣 那這個就是寫你們自己要的信箱 這個就是寫你們自己的 這個就是寫你們自己的信箱 然後標題就是隨便打這樣 那描述呢這個 我也寫了一個辦例在這裡 那各位再去參考了 那所有的提示詞呢跟工作人員我都會給各位 然後各位有需要再自取 那這是未來一個很好的應用 那目前暫時呢 還不成熟了 不過我覺得這些節點應該未來都很有用 這樣 那如果覺得我影片對各位有幫助的話呢 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謝謝各位 謝謝